蔡卓妍 阿薩和卓韻芝 出席舞台劇情敵勸退師的記者會 這次兩位要做情敵 誰是政公 誰是小三 他們說要看完才知道 而且劇裏不會出現男主角 真的很神秘 戲裏沒有男朋友的角色 但因為我們要演 所以我們心裡已經要有這個人物 我們之前有說過 最大可能是古天樂 同時愛上我們兩個 而我們兩個又愛他 沒錯 突然是古天樂 同時我們愛上我們兩個 我們覺得是很合理 不好意思 古天樂 講起勸退情敵 兩位都好像有不少經驗 我覺得每個人都做過情敵勸退師 就是當你勸退你的朋友 當你的朋友是 遇到感情上不開心的事 當你做朋友的 當然叫他們 你走啦 你撇掉它 你飛掉它 你有沒有勸退過身邊的朋友 我有啊 舔過很多次 舔過了什麼 勸錯了嗎 不是啊 你要知道有些人 是 他想你勸他 那你勸了他 然後他一個屈尾十 又告訴他另一半 這麼沒義氣 對 然後就變成 他們兩個又沒事了 然後就變成 你就是壞了 對 我真的試過太多次了 所以我現在 太多了嗎 沈臣宅友啊 作's commented 所有事物都送給大家